近日,王力宏在台北举办 One Lee Hum One一个王力宏演唱会 历经婚变纷扰 被前期李亮磊严重影响歌唱事业的他 开场感慨提到真相不重要却引发轩然大波 王力宏在演唱会当晚 以你不再揭开序幕后 向全场歌迷提到 最近发生的事,你们甚至比我知道的更多 我做过什么,我自己也是看新闻才知道 其实真话也没那么juicy 好啦好啦,我知道啦 真相不重要,流量最重要对不对 演唱会过程中,王力宏还向粉丝下跪致歉 谁知,王力宏此番言论 立即引来歌坛前辈珍妮不解 是人来风,还是吃错药 出自高学历的嘴里,真是不知所谓 珍妮还把王力宏和灿芯联系在一起 不知是不是,她还没有从李明去世的阴霾中走出来 很多网友看到后,也表示费解 不懂珍妮为何要对王力宏 随后,王力宏前妻李亮磊 12日也疑似隔空回应王力宏的发言 在社交平台中表示 当艺术不再单纯,而是变成伤害别人的武器 当影响力变成号召筷子手的途径 单纯的艺术就化为灰烬 真心爱艺术,就让艺术纯净 不要再以艺术之名,扰乱社会的道德秩序 然而,大家对王力宏在演唱会的言论 普遍持认可态度,面对李亮磊的回应 有网友觉得她写了那么多小作文 但官司依然败诉,说明她本身就有问题 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但外人看来,还是更愿意相信法律 而不是相信李亮磊的小作文 王力宏借机为自己辩护几句,也没毛病 此外,王力宏演唱会 李亮磊的闺蜜侯佩岑等人 都有送上花篮送祝福 说明圈内普遍对王力宏是支持的 任凭李亮磊再怎么说 也改变不了事实 而对于珍妮的回应 虽然有人觉得珍妮为了李明敢于勇敢发声 行为很刚 但在王力宏这件事上,很明显是珍妮去解了王力宏的意思 还有网友指出,珍妮见人就骂,以老卖老 性格特别重 果不其然,在演唱会结束后 官方主办单位则发声明澄清 王力宏当时说的话,其实是自嘲自己 当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发生过被谣传的事 也提到王力宏是以疑问的口吻 感慨婚变当时突然爆出种种流言蜚语 无凭无惧,却传得沸沸扬扬 演唱会主办单位也透露 王力宏后来检讨自己在演唱会第一天 9月9日的话可能会被误解 于是第二天,9月10日 则说得更清晰,流量不等于真相 澄清王力宏从来不是在说流量最重要 真相不重要 其实,在娱乐圈发展除了业务能力重要 个人素养同样重要 这几天,李佳琪就因为卖美笔是一句哪里贵了 有没有想过是自己的问题 这么多年工资怎么不涨,成为众矢之地 但后续,即便他再怎么写小作文道歉 再怎么流泪哭诉也没用 因为大家知道那就是真实的李佳琪 他的一切道歉行为也是为了讨好消费者 好让自己在双十一再收割一波红利 一句话能成事 一句话能坏事 一句话能让社会变得更和谐 王力宏虽然言论有些不当 但作为官司胜诉的一方 被前妻的小作文耽误了那么多年 现在难得付出开演唱会 借机为自己辩护一下也无方吧 这一句话能让社会变得更和谐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咔们呢 ändig视频 判支不上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视频 要购乱 对视频 hol价 对视频 要购乱